大家好我是Steven 今天我们介绍另一个CSS的特效 其实都挺常见的 例如这里是一个menu 然后你按下去的时候 后面有一个滑块 它就会 一路去移动到你点击的位置 例如如果你是左和右 这个简单 譬如说我从Home跳到Contact 它就会按照同一个时间 但它就会移动得快点 然后就去到那个位置 下面那里你都会见到 有一些内容的切换 其实可能你当它是另外一种的轮波图 但其实我觉得它是 作为一种Tab的应用 就是有时候你有一些网页 有一些很简单的Information 是分了一些不同的Tab去显示 然后又想加一些少少动态的效果 不是说一按下去直接就切换了下面的内容 这个可能就适合这些场景了 我们今天会用纯CSS的方法去做 首先打开这个CodePen的编辑皮 我先把画面放大了 然后改个名字 例如叫做CSS的Transition Cards 我发觉网页里面很多是Cards Containers 都是那些名字 我经常觉得想CSS的名字 其实都很花时间 所以Telwin 某程度上解决了我这个问题 OK 首先新增一个Nav 因为是一个Menu 对不对 然后加一个Ul 跟着Li 然后里面例如是Home 然后我新增几个Item 可能是Home 跟着Products 然后About 还有这个Contact 这样 好了 新增了这个之后 惯常我们都会在CSS的位置 先新增一个body的选择器 然后将我的内容上下左右指中 就透过这个DisplayFlex 然后JustifyContent 和AlignItems的Center MintHeight是180Vh 然后Font Family Helvetica OK 然后Background Color 我设定了一个 淡灰色 这个ColorCode 其实是来自Telwin的一个颜色 应该是BG Slay 200的颜色 OK 然后新增一个Nav 然后设定Background Color 是白色 我们再设定它里面的Li Nav的Ul ListStyle 设定做None 然后Margin 和Heading 都设定做0 一样 设定Display 是Flex 然后AlignItems 设定做Center 好了 我们继续下去之前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有很多单位上的东西要设定 所以我就在这里加一个Colent Root 将我们的Document的基础文字大小 设定做16个Pixel 然后我们如果要做到去 刚才这个 即是它 你看到每一个其实都是固定大小 OK 这个每一个固定大小 然后它也涉及到一些 宽度高度 Padding的一些设定 那我就会先在 这个Colent Root 这个选择器里面 设定对应的CSS变数 因为方便我们之后再要做更改的时候 有一个位置直接一改就可以了 就不用改很多位置 OK 例如说我把它叫做NavItem的Width 做9个REM 然后NavItem的Height 就设定做2个REM 然后NavItem的Heading 就设定做1个REM 好了 然后呢 我就回到Nav里面 我就把那个Padding 设定做上下 我就加一些Padding 上下就是什么呢 VAR的NavItemPadding 好了 左右是0 因为左右已经有我本身的 这个Item的宽度去占据了它 上下我就留一些Padding 即是撑大了它 然后呢 BorderRadius 我设定做 VAR的NavItemHeight 再来 Position 设定做Relative 因为稍后我们在里面 会有一些PositionAbsolute的元素 所以我现在在这里设定做Relative 之后呢 就可以局限 即里面的PositionAbsolute的元素 就是按照我这个Nav的定位去计算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Nav里面的ul里面的li 就是我们每一个ListItem的设定 设定的FontSize做1.3的rem 然后浓度 然后浓度 设定做VAR的NavItemWidth 那你就看到它每一个都已经撑开了 当然啦 在这个时候呢 因为它每一个Item的阔度有大约 现在应该是这么多的 那么呢 就需要是加一个TextAlign 在Center 将它置中 OK 那么现在有一个初步的效果 来对照我们的最终的效果 是的 大致上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再 要去处理那个后面的滑块 就是这个灰色的一个capsule形状的底色 好那我会怎么设定呢 其实看回我们HTML结构 其实方法也很多 比如说 你新增另外一个LI 然后将它的阔动高度指定 成为一个特定的尺寸 然后PositionAbsolute就可以 但是 新增多一个LI 是其中一个方法 你说在UL里面可不可以用before after 我又觉得好像怪怪的 如果你说在UL里面 因为UL里面就 expect 你应该是一个list item 所以今次我就决定在NAV那层 我就用一个after 我自己习惯在写对应的css code的时候 找回对应的元素的位置 在后面再加进去 到时如果你之后再找回 可能就很容易找到 好了 NAV的after 然后 大家要记得 我们用这个before或者after 的seudo selector 的时候 content 一定要设定做一个字寸 我现在这个情况就是空白的字寸 它才会显示在它的页面上 OK 接着之后 Display设定做block 因为我将会 它的position absolute 接着有一个特定的大小 好了 width就设定做多少呢 就设定做VL的NAV item width 然后height就设定做NAV item height 我自己很喜欢就是在设定这些尺寸的时候 就是这些元素的时候 就随便加一个background 比如说background color是红色 那你就能见到它 就会更加容易去设定 好了 接着之后就是position absolute top和left都设定做0 对不对 我们现在会见到它的高度是不对的 对不对 其实现在我们怎么调呢 都不够精准的 因为目前来说 这个后面我们 比如products about这些高度是多少呢 我们看看 UL里面我没有特定设定 甚至LI里面我都没有特定设定 在这个情况下 最好的办法就是说 我在UL里面 我就加一个高度height 设定做NAV item height 你当设定了这个高度之后 因为我们本身是flex item align items都是center 所以就变成了上下至中 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到NAV after 设定里面 就 Calculate Calculate 再加那个 NAV item 3 padding 乘以2 你看到它佔满了 但是 因为我们最终的效果 你看到它是中间隔开了一点 对不对 所以这里我就决定不乘以2 按照它的这个 作为一个间距 选择 然后我们再加一点 margin 给它 margin 设定做 clc var nav item heading 除以2 它就会 我当作是一个位移 这样去用 然后再加一个 border radius 设定做 其实这里设定多少都没数 我看回Telwin 它的设定就是这个capsule形状 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是 border radius设定做50%的话 其实如果它不是正方形的情况下 它会变成桌圆形 对不对 但是这里可以设定做9999px 就是Telwin里面是这样设定的 当然这个数值设定到很大的情况下 它就会是capsule形状 但是当然9999px的话 如果你的矩形的大小 依然是大过它 那当然也会出问题 但是这个情况应该很少 好了 但是这里我的border radius 我就要选择设定做nav的itemheight 就是反正它都会大过它 那就没所谓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个滑块就设定差不多了 但当然我不是要它是红色的 我设定它做一个灰色 大概是这样 现在你看到它是遮住了 对不对 这里涉及到一些setindex的问题 我只需要去看结构 现在我们是nav的after 对不对 就先看看 它现在这个nav的after 就是在这个位置 ul当然它是在after之前 所以遮住它都正常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ul的setindex设定做 稍微大一点 因为它们本身 全部预设都是0 但是你看不到有效果 为什么呢 你要记得加一个position 比如说relative 这样 它就显示出来了 OK 现在的宽度有少少问题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左边是有少少的margin 在这个情况下 我的宽度就要去对应减少少 减少少 减少这个vr的nav item heading 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的那几个item都做了在这里 下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我们一按下去 它会自动去移动 在不用JavaScript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改一改 我们的HTML结构 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比较熟悉 这个checkbox hack 但是checkbox 就是一个on or off的用法 就是你当它是true or false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用什么呢 就是用另外一个元素 就是叫radioButton radioButton就是一个单选的行 我们先新增一个比如input type 等于radio 然后name等于nav id等于nav的home 好了 然后我就新增多几个 因为我有四个nav item 然后nav的products 然后nav的products 还有就是nav的about 和这个nav的contact 你看到现在有四个radioButton 我都调整一下这个body的 blacks direction做column 就是上下这样排 当然去到最后我们都会hidden 但是现在来说我们就 你当是debug的用途 可以看到它其实都有用的 OK 如何控制它呢? 看看HTML结构 现在呢 其实譬如说 这个navhome 在check it的状态下 它后面的nav 的after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种 cssselector的符号 去选择到它 这个时候用什么呢? 如果你说我只要navcontact 它后面的nav 这个时候你用加号可以的 我暂时在这里先写 你可以写 navcontact的check it 加号的nav 它就是说这个选择它后一个 这个选择它后一个 但是现在我们加号就是说 跟随其后的一个 如果你说我要它选择它后面 无论是隔了多少个元素也好 都选择得到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波浪符号 好,就可以去navhomecheck it 然后波浪符号就是它同一层的后面 记得一定要同一层的 选择它之后再选择它 你可以继续延伸下去 就是再选li什么都可以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只要选到nav这一层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实质上要去调整什么样式 就是调整它的after的样式 对不对 好了,现在我们回到css的位置 然后去到这个 或者我直接在下面那里再继续写下去 首先新增一个navhomecheck it 的时候后面的navafter 我会用什么方法移动它呢 我不会调整它的position absolute之后的left 因为我觉得来做动画很多时候用transform 其实是很好用的 因为transform它动得来 又不会影响你本身版面里面的排版的布局 当然你说position absolute它本身也不影响也是的 但是transform真的有很多好处 如果你问我 position调整它的left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transform也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我会选择transform OK 好了,第一个元素 其实transform translate x 称为0 因为它不需要移动 现在已经是它应该在的位置 但是其他就不是了 譬如说nav的products 它是第二个 它要向右移多少 向右移一个单位 就是说向右移一个 我们这个navitemwith这个单位的距离 那我就会 为了方便后面可以跟着这个pattern去重用 我就会加上calc的var 里面的navitemwith 为什么我要加calc 因为我要把它乘以1 大家知道乘以1在这里其实不需要乘也可以 但是都是那句 我为了后面的延伸性 你可以加上第三第四个navabout 这个就是乘以2 再来nav的contact 就是乘以3 OK 这个时候大家试试按一下这个radio button 你看到它是会自动去到对应的位置 但是问题就是 我没理由就是这样按下radio button 这个radio button 纯粹给我们做这个css的tricks 但是它不应该我们要这样去按它 对不对 所以 如何去控制它 我们就可以去回HTML的部分 你记得了 为什么我这个radio里面 要每一个都加一个ID 就是因为我可以用label去控制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 就是说你去一些website上面 比如说你同意这里的使用条款 这是一个checkbox 不知道大家是会习惯直接按下checkbox 还是按下文字 如果你按下文字 是按不到checkbox的话 很明显它没有用到这个label 或者label本身没有设定得对 其实label本身就是被你这样用的 好了 现在我这里加一个label for 就是等于它的ID 就是我们这个表单元素的ID 就是nav的home 好了 放回home进去 我们要先改成四个 这个products 然后这个about 再来就是contact 好了 当你改完之后 我们试一试 直接按下去 你会发觉是可以选择上面的 对不对 好像一个遥控的用途 好了 现在你会发觉按下去 它就这样 虽然它移动了后面的滑块 但是它现在不是一个滑动的状态 对不对 CSS最方便就是这样 我只需要如何呢 现在我用transform去移动它的距离 在目前来说 我只需要加多一句 就已经可以做到滑动这个效果 就是在这里 nav的after 里面 就加一个transition 设定做譬如说0.5s all all就是说 它将所有有改动的 那些CSS property都考虑在内 当然你可以直接写transform 在这个情况下 然后就是加速度减数 就是is in out ok 那你就会看到按下去的时候 它有一个滑动的效果 对不对 那我就顺便将这个 时间 我都把它作为一个 譬如说叫做transition speed 我就把它做成一个 css的variable 既然都已经写开了 对不对 好了 然后你看到现在 按下去 OK 它有一个滑快的效果 那当然了 我现在就可以将 这个radio input type 等于radio的display 设定做none 那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了 下一步 对比一下我们想做到的效果 下一步在下面那里 如何跟着它 这样去滑动呢 其实 我相信大家去到现在这里 已经知道是如何做的 对不对 你已经是 知道是我们在HTML的结构后面 加回多一个色块的元素 然后同样地 是用这个radio button 去控制它 后面我加一个叫做content 然后呢 加四个deep在后面 OK 那我就再打开这个 css的部分 就新增回 这个content的一些 样式的设定 包括什么呢 它的阔度 就会跟上 上面的这个menu的阔度 那又怎样呢 就是可以计算这个calc 加上这个nav item width 乘回4 可以了 高度我随意 设定譬如400px 因为真正的时候 可能你真的会有内容 高度就随着内容去变动 background color 暂时先做这个白色 让我可以看到它 对不对 然后margin top 我觉得现在贴得太迷了 我就隔开一点点 nav item 比如height 这样 就隔开一点 然后border radius 就设定做var nav item padding 没有这里我的一些单位 已经是随便去用了 反正它是 因为我们的padding是一个rem 对不对 然后Display 设定做flex 因为我上去左右排 好了 然后我设定overflow 是hidden 它超出了的话就隐藏 因为我现在特别 我这里有个圆角 也可以把我里面的diff 覆盖得比较好看一些 然后呢 就是content里面的diff 我去设定每一个的宽度 就是这个 就一样了 就是nav item width 乘以4 然后background color 为了我现在现阶段可以看到它 暂时切成黑色 接下来我就要分别为每一个都去 就是有4个 对不对 我们有4个diff的元素里面 每一个都设定一些不同的颜色 方便我去看得到它 我设定content diff nthtrial 第一个 设定background color 做这个的蓝色 好了,先设定四个 你现在看到应该是每一个都会平均分阔度 一二三四 接下来第二个就是 另一个颜色 如此类推 好了,切定四个颜色 为什么它们现在会平均分阔度呢? 因为在flexbox的概念来说 预设它的flex wrap 就是分行它就不分行的 OK 所以现在它就把它全部迫在一行里面 就是说我们这个content的那个阔度 Display是flex 它的阔度就是说我现在上面的这个阔度一模一样 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说 每一个item我明明是设定了它的阔度是那么多 那怎样可以真的令到它有那么阔呢? overflow的hidden 不要紧,因为它在右边再远一点的地方 在这个时候你会加一个flex shrink 就是设定做0,就是不要压缩它了 那就可以了 OK 然后我再抄回上面的这几个checked的设定 好了,直接放在下面这里 这次不是nav after 就是改做什么呢? 改做后面的content里面的diff 你想想,当每一个diff都向左或向右移动多少的时候 其实就等于整个组一起移动 你现在发觉 按下去的时候就不对 因为我们还没修正它的计算数 因为上面和下面计算数不一样 除了第一个,translatex是0 这里我们就会准备它的乘以4 再乘以-1 因为今次我们要向左移动 这里就是乘以4,再乘以2 为什么是4呢? 因为我们记得总阔到是4 然后这里就是乘以4,再乘以3 再试一次 按下去 好了,转到颜色了 差一样东西加什么呢?transition 我在上面那里也可以参考刚才的transition的设定 套用到我们的content的diff里面 OK 现在按下去的时候 可以看到有这个切换 最后最后 我觉得这个界面应该加一些shadow 加一些shadow才有少少立体感 所以我就去NAV这里加一个box shadow 0的pixel 即是x 4的pixel 就是y的位移 12的pixel 就是那个blur 模糊度 然后呢 我这里通常都不会设定一个实色的数字 我觉得设定shadow 最方便设定什么呢? rgba 即rgb with alpha 它就可以直接设定 譬如说我10%的 透明度 OK 然后再把它放进后面的content里面 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最终的效果 我们看看 按下去的时候就可以切换到 对不对 啊 突然想起了一点点 bonus 有没有发现呢? 我现在按下去之后 直接就 停了在这里 好像也不够活潑 如果它可以是 移动了之后 回弹一点点的话 那个感觉好像会更加有趣一点 其实回弹呢 我们是不需要调整任何 我们这个移动上的东西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不确定safari是有这个功能 我们可以看一看 将这个after移动 OK 有有有 这里有 看见到chrome都有的 OK 大家如果习惯chrome都有的 这里你只需要向上拉一点点 高一点点 这样 你看到上面的这个示意 超出了一点点 回头 OK 我就要记下它这个数值 我先copy一下 这个叫做cubic basis OK 好了 我就回到 内容 这个css里面 将我们的is in out 有两个位的 一个就是transition is in out 我再选择另外一个 再来一次 is in out 再选择另外一个 贴上 好了 这个就是自定义的加速度减速 当然 可能你数学很棒的 你可以想象到如何 我就不行了 我一定要用它 Developer Tool里面的工具来做调整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的完成效果 这个大家可以再稍微拉一下curve 来做多一点 可能它稍微慢一点 没有回弹得那么快 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回弹这个 真的 是挺容易做到的 如果你说没有这个curve的加速度减速 没有这个效果的话 我们就会变成自己要再去 在它移动的最后 这个我们当然纯粹用transition做不到 要用animation animation可以定义一个区块 就是0%至100%之间的动画 可能到90%的时候移开到最后回来 但是其实在动画的线性移动上 效果也没有那么漂亮 所以这个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我自己觉得 好了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内容就到这里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ac at on 那个 按 做 那个 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